前花蓮县长也是立委夫婚旗因炒作凯聚等股票遭判刑 去年5月代职入监将近一年之后 因为符合条件申请假释或准在13号低调出狱了 14号立委夫婚旗召开记者会 他宣布要捐出立委的薪资228万元 其中50万元要用于协助弱势的花蓮乡亲注射新冠肺炎疫苗 在防疫的下半场 中央的疏失 造成社区感染全面的扩散 台湾经济去年的稳定 以及今年全面的提升 就是在全世界新冠肺炎期间 台湾能够相对的守稳 才能够造成经济的发展 而如果今天防疫的下半场 爆发成为全国性的防疫 全国性的灾情 那台湾的经济会全面的雪上加霜 困其在这里 希望我们所有的乡亲以及国人 我们要做好所有防疫的工作 跟中央政府以及地方政府 我们全力的来配合 出入任何公共场所 我们一定要戴文口罩 保持一定的社交距离 所有中央规定的相关的法令 我们全部都要来配合支持 困其也在这里再一次的呼吁 中央政府的脚步要加快 现在有八类的八类 中央这个防治中心已经公布有八类 是公布费来施打疫苗 而自费的部分只开放铁 要出国或是相对重要的 这些需要的人士 我们在这里呼吁中央政府 对于坎健疾病 重大伤患 以及慢性病 以及50到65岁 中低收入户 也应该要开放公费的施打疫苗 我想我们首先 呼吁全国所有的企业 以及所有的民众服务者 大家一起来协助弱势 然后跟国家一起同心 我们务必要把防疫要做好 我们提止所有口水战 最重要的是 台湾如果不能守住的话 疫情的扩大 不只是人员的伤亡 会造成台湾经济整合的崩溃 所以在这里 我们再次的呼吁 大家防疫 一定要从家家户户人人作息 一起我们大家全民防疫 另外对于这一次 泰鲁革号的重大的人祸事件 我们再次的来表达 台湾的西线西部 所有的交通建设 是先进国家 而台湾的东线竟然是孟家啦 这次的车祸我们可以看到 人祸 以及整个交通体系的腐败 到底有多少次 轨道上有这些东西来掉落 已经发生不止一次 为什么过去从来没有通报 造成这么重大的商务事件 捷运早就通车 高铁已经通车 但是连最基本的一个铁道安全的一个监视系统 竟然都没有 我们在这里呼吁 苏贞昌院长 对于伊朗花莲台东屏东 这些偏远地区 到底交通建设 什么时候才能国家一体化 台湾的东部西部 不能是两个国家 不能是两种人民 我们再次的请教苏院长 环岛高速公路到底什么时候要先建 大家一定要骑火车 火车班次用不够 大家如何安全回家 再次的希望行政院苏贞昌苏院长 到底要怎么样 对台湾东部的乡亲 能够有一个最基本的国民的待遇 有一个最基础的国民的叫做交通建设 以及科普隆怀 我们希望防疫的工作 跟东线交通的建设 行政院马上动起来 不要再延迟 昆琪回来了 再次向所有人亲爱的乡亲 来表达感谢 以及诚挚的建议 我的心过去的一年 都跟大家在一起 我们接下来吸索重心 让我们整个东建 整个花莲全部动起来 但是此时此刻 我希望大家一定要防疫优先 不可以让台湾 成为新冠肺炎的重灾区 防疫总动员 大家一起来 好 我们再见 好 我们再见